看看新闻吧 而下面我们要来看的是另一位明星 他叫做赵文轩 那提到这个名字呢 大家都会想到他俊美的外形 儒雅的气质 以及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但是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以及经常在微博上发一些卖萌的照片 传说中无法超越的古典美男形象 似乎是有一些破灭了 不过没有关系啊 赵文轩呢倒是给自己开了一条新戏路 由于韩星全项羽的妻子 韩国美女孙泰英的出现 梅甜们还是激动了一阵子 不过首次跟随剧组亮相中国 全态似乎还是有点拘谨 剧中孙泰英扮演的角色 被丈夫胡冰劈腿抛弃 现场要求他选择一项道具 来捍卫自己的婚姻 他竟选择了一本书 毫无话题可造 倒是一旁没事做的赵文轩男演好奇 顺手拿了重口味皮鞭 赵老师您刚刚拿了一下皮鞭 是想说明什么吗 想说他是手感 哦 手感怎么样 挺好的 如此的童心未鸣 正是导演选中赵文轩的原因 在孙泰英会抛弃之后 却为蒙叔承担了治愈的任务 虽然曾经冒比攀安 令无数少女疯狂 但算算年纪 已经54岁的赵文轩如今 也是只能够演演大叔的角色了 美男子并没有为自己的老去闷闷不乐 反而津津乐道变老的好处 比较自烈 比较狂妄的话 如果你稍微条件好一点 也许有人会对你有好感 但是也有人会嫉妒你 他会在方方面面想要戳你一下 杀杀你的威风或锐气吧 我很烦那种事情 现在慢慢没有了 因为年纪到了 一方面 就说你自己可以以老卖一老 一方面 因为年龄的 看到年龄的份上 对你稍微一点担待跟尊重 反而以前那种尖锐事情少得多了 令他更高兴的是 自己慢慢变老的节奏 刚好搭上了 萌书暖书这一股流行风 看来纵然年华老去 美男子享红的心并没有变呢 我希望再过个 其实以我这个年龄再过个几年 我就要演那个暖大爷了 我希望那时候社会的风潮 又转到那边去 新闻再线上海在风和岛 这样看来啊 在娱乐圈当中想要走红 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你想啊 这萌娃红了 帅哥红了 大叔红了 对吧 这个暖爷也要红了 那接着不知道 还有哪些明星会想出更加好的点子呢 真的是不太清楚啊